中期社區內部的空間重新擴充之後 目前也有更寬廣的場域 讓課後陪讀班的學子做使用 但還缺乏課桌椅設備 所以來向仙韻也好提出反應 目前小朋友我們會跟 光華據點的家一起上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空間會不足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這裡多了一個空間 那我們想要讓小朋友來使用 所以因為缺少了小朋友的課桌椅 所以我們請遊藝園來協助我們 來整設這些課桌椅 千元有好 相當肯定中期社區 課後陪讀班照顧地方學子的用心 所以也開立配合款 協助填購、課桌椅 對此社區也很感謝遊藝園的協助 那今天的話 我們是有特別請我們的社勞處 我們的王榮毅科長 跟沈舅榮記事 一起來我們中期社區進行一個會堪 因為我們中期社區的話 在陳理事長 以及林思豪 還有包括我們的林彥晶 他在總算是都有提到 在這個設備上來講 持續做一些改善 那我們希望說今天來講 這一個會堪開立了20萬的配合款 也希望能夠協助我們的社區 做硬體的一個做調整 遊藝園這社區幫助很多 我們這中間社區很感謝 遊藝園給我們 我們賣才有學生 大家這樣用 這很感謝 遊藝園希望透過他的協助之下 讓中期社區硬體設備能夠更加完善 方便社區照顧學子 日後也期待社區能夠更好的發展 那至於說我們中期社區其實平常在做這個半讀班 那還有包括他們的同學們 還有做這個包括金融的一個訓練 還有主樂器的一個培訓 那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社區 那也算是我們在竹山的社區來講 也算是非常蓬勃發展 照顧地方 同時也結合中和國小的一個優良社區 而這次的設備改善 那也希望說能夠讓我們這邊的社區的一個環境 跟硬體設施能夠更為精進 它未來能夠有更加好的一個環境跟發展 議長和勝峰肯定有議員 對社區事務發展的關心 也相信在客桌椅設備填扣完畢後 一定能夠營造出一個舒適的環境 幫助社區照顧地方孩子 記者盧玉凱竹山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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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盧玉凱竹山採訪報導